台南有科技公司老板有钱盖庙却没有钱付薪水 员工指控证明老板在外有多项投资 甚至还有盖庙是庙宇的负责人 却是积欠了欠薪上百万 违法未提拨劳退金 而其中呢有一名员工 他日有三个孩子 亲子生产的时候 他还在产房外加班 换来的结果是老板承诺没有兑现 劳资协商二度跳票 气得他前往庙会闹场 阻挡老板开宾室车离去 更在警方拦阻的时候 悲情大喊 我没有钱买奶粉 我小孩要钱啊 我没有钱买奶粉啊 忍无可忍悲情大吼 老板欠薪 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要养 身为员工更是父亲 实在走投无路 老板你没有良心啊 就怕发生危险 警方赶快把人抓住 老板趁机开宾室车扬长而去 你现在运进院长 才能到各位还你钱吗 原来他是台南 一间科技公司员工 2021年时公司接到不少标案 老板大方说会发奖金 他为了家庭拼命加班 就连妻子生产也在产房外工作 我带着笔电在产房外面 我太太在里面 每天大概只有三四个小时可以休息 一个月超过两百多个小时以上 结果奖金没发薪水也没给 好几位同事受不了离职 算一算欠了大家薪水 总共上百万 老板避而不见 离着同事去裹税举查 发现公司疑似脱产 更发现老板有很多投资 甚至还盖庙是庙宇负责人 薪水奖金 劳退金再加资钱费 老板欠了他超过35万 但老板只认奖金争议 二度劳资协商被跳票 气得他跑去庙会 搭闹挡车 逼老板还钱 今年第三度调解 老板会不会兑现是个问号 但为了家庭 他必须抗争到底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谋报道